我现在是在四川渡江亿的农村 这个位置是属于天马镇所管辖的范围 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这里的居民就跟我讲 在他们这里有一个很出名的苗子 当时我就感到疑问 因为他们跟我说了这个苗子的名字过后 我在地图上是搜索不到的 我就感到很纳闷 那么出名的苗子为什么地图上没有 所以说我就根据他们所描述和路人的指引 我准备找到那个苗子去看一看 因为他们还说 那个苗子天马镇几百年的苗绘 都是在那里举行 为什么天马镇的苗绘不在天马镇举行 而在距离天马镇不远的一个苗子里举行呢 我就想那个苗子一定是比较大的一座苗子了 或者是比较有特意色的一座苗子 那今天我就带朋友们去看一看那座苗子 看看那里是什么样子 现在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的 金黄色的 黄金铺底 这就是还没收过的稻谷 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其他地方稻谷都收过过了 为什么这里的稻谷还没收过呢 是不是我前一段时间拍的视频 这里的稻谷的确确还没收过 特别是今天太阳出来过后 我们看到这个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 在路人的描述下 这座苗子应该就在这里了 这座苗子叫贝莲寺 就在这一片茅密的树林之后 旁边有很多居住的农家 每一幅农家的画面 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片 在过去 成都周边比较浮足的弦 有这样一个名字 温匹冲新广 也就是说这大土地上 最浮育的这几个弦 温江匹弦 这里就是属于独家园的广下范围 那个时候叫广线 所以说这里肥沃的土地 庄家 西人 感觉这里就像是一个 纯天然原生态的乡村林盘 一家家农户 温馨的画面 又是那么的和谐与自然 所以你都通到了 家家户户的门前 这环境真的是很好 很清新 苗子 书里就在这里 我们只能看着 苗子特有的颜色 红色或者是黄色 去寻找 一栋栋小别墅 太幸福了 在这里居民热情的介绍下 眼前我们来到的这里 就是北廉寺 这座房子 就是北廉寺寺庙所在的位置 看样子也是破百 属于冷清 过去的挖房屋顶 现在已变成了大建的屋顶 树木的茅密 长期的雨水 屋顶上 已经长上了一层厚厚的青苔 充满了深山苗子的味道 这里人们说的知名寺庙 悲恋死 就这么简单吗 一间普通的不能载 普通的川西民居的房屋 就连烧箱的箱台 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瓦盆 门也是紧锁住的 我试图 冲过窗戒往里面看一看 拥挤的房屋里面 供上了不少的菩萨像 悲恋死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外墙的烟水 获了一块牌子 真还不敢确定 这是一座苗子 来到这里 我感觉心里非常的失落 苗子就这么大 就这么一间 与我相信的 和这里人们所跟我描述的 相差太远 只有待会儿我们在 和这里的居民聊一聊 看有没有其他的 这里曾经的故事 既然是一座老苗子 这里应该就有老物件 我顺着房屋 一记房屋四周周了一圈 在这里就只看到了 这么一个石头柴子的物件 像一个石像龙 但又不识 其他的老物件 也就再也找到了 我姑且称这座房子 是一座苗子 在苗子的四周 是居民所居住的房屋 很多很多 走到这里 也是非常的安静 这就是生活环境 生于民间 张于民间 苗子到底在这里存在了多少年 他前身到底有过辉煌吗 刚刚我与这附近的居民聊了一下 悲恋寺 原先真的是规模很大 这是现在变小了 据他们讲 就是我现在 在悲恋寺 大家可以看到 悲恋寺现在这个苗子 就只有这么一动了 旁边这里 圈是居民 居家的地方 原先这些居民居家的地方 在过去 应该是百年之前 这些位置圈都是寺庙所在的位置 后来由于特殊时期 也有可能是被汇 还有特殊时期的一些原因 这个苗子就被撤了 所削了 当时最差的时候 这里就只有寄尊佛像 后来才有了这个小苗子的房间 为什么这里这个苗子有这么致命 还是因为李医师所遗留下来 在老一般人中 口中所穿给下一代 代代人在这里穿这个苗子 再加上李医师也有记载 这个苗子是曾经金马镇 很大的一个苗子 也是距离金马镇最大的 最紧的一座苗子 正是因为这样 这座悲恋寺 才会有这么大的名气 就是金马镇的苗绘 并不是在金马的街上 而是在距离金马街 约两公里的这里的贝莲寺举行 街坊后 每一年的2月19日朝回 才改到了金马街上举行 苗绘那一天 贝莲以外像温川 独江沿 这些地方都有人到这里 来干金马的苗绘 贝莲寺的名气在外 也就正常不过了 现在的贝莲寺 也融入了这里居民居家的环境 称了这里的一个消肿经典 一段故事传承的地方 幸福的乡村苗子 是一段故事传承的地方